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3年的Paper 2第18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說在圖裏,ABCD是一個梯形 而它說明這個AD就會平衡於BC 接著它又說這句,AD就會比起BOYC 就等於2比3 即是這一段,就比整大條,就是2比3 好了,它就說切這個E點 就是這個Midpoint of BC 即是BC的終點,這個是終點 接著它也有說 就說AC這條線與DE這條線相較於F 即是Index at F 就在這裡相較 好了,它就說 如果這個三角形CEF 即是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是36cm² 它就問你,這個梯形ABCD 即是整大個這個面積,究竟是多少 其實呢,未做這個題目之前 我先給它一個comment 老老實實,這一條我會打爆聲 這一類題目其實是深的 甚至我可以寫成超深 為甚麼這樣說呢 幸好這條是MC 如果是Long Quake的話,會有時間寫的 一般,我有分隔一年月日 看下去就知道它要用甚麼技巧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在考你的 就是一個叫做common height 即是說,看看為甚麼有沒有D三角形 例如舉個例,有兩個三角形 它們的高,大家是一樣的 但底部就不同 所以其實它們的面積比例 就等於那個底的邊長比例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好像不太明白我說 為甚麼做下去就知道 好了,至於第二個技巧 你為甚麼要用到的都很明顯 我都看到了 就是Similar Triangle 中文即是相似三角形 我跨下它 即是都說明 其實你一定是用這兩個技巧 看看是否 好了 拿張單看紙出來再說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基本上我按個按鈕 這幅圖出來 我預先了安排 安排了這幅圖在這裡 而事實上這幅圖 就是把剛才那幅圖錄出來 在題目那裡 我把顏色塗進去 首先我就說 戴這個梯形 其實就會是粉紅色 好了 這個我就加了一條綠色的線 之後呢 這個是白色的三個型 這個是綠色的三個型 藍色的三個型 橙色的三個型 還有就是黃色的三個型 分別有這麼多楷 好了 之後我先把資料錄進去 或者這樣說 不要記住了 免得你亂 先說一說 黃色的三個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底是AF的話 它的高就是這條 當然 如果藍色的三個型 如果底是FC 高就是這條 即是說 黃色和藍色的三個型 有共同的高就是這個 可以嗎 當然 又看看綠色 還有就是橙色的三個型 如果底是AF 它的高就是這條 粉紅色的部分 但如果橙色三個型 底是FC 高也是這條 粉紅色的部分 即是說 綠色和橙色 他們都有共同的高 這兩個三個型 就是這條 再者 再看看你看不看到 留意一下這個白色三個型 它的高就是紅色這一條 如果底是BE 當然這個三個型 三個型 EDC 即是藍色加橙色的三個型 如果底是EC 高就會是這條 你有沒有發現 紅色這條的高 和左邊這條紅色的高 其實是一樣高的 因為這個是梯形 即是說 它們都有共同的高 這兩個三個型 就是白色這個三個型 和藍色加橙色的三個型 有個共同的高 大家都可以嗎 事不宜遲 沒有說之前 還有一個平衡線 AD和EC 為何是平衡呢 因為它是梯形 說明這兩條線平衡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黃色這個三個型 和橙色這個三個型 因為有兩條平衡線的關係 這兩個三個型 黃色和橙色 它們是相似三個型 是相似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不如馬上做 這條都幾 要用幾多位 不如我縮一邊寫 不要浪費了些位距 好了 未做之前 先把資料錄到題目上 一開始題目有說過 ADOX比BOYC 即是這條 比下面這一大條 即是2比3 所以我配大它 如果這條叫做4X 如果這條叫做4X的話 其實如無意外 因為這是Mid Point的E點 所以我畫下這兩條線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裏 就會是3X 還有就是3X OK 行不行 我已經開始了 既然有這樣的情況 我現在寫 就是在三角形 FDA N 三角形 FEC 那裏 好了 這兩個三角形發生什麼事 即是哪兩個 FDA 即是黃色那個 我拿回黃色的highlight 讓你舒服一點 好看一點 還有哪個是FEC 三角形FEC 即是橙色那個 即是這個 在我的圖上橙色那個位置 我們會發現什麼呢 有以下這三樣東西 第一樣 我會見到 直角 DFA 其實就等於直角 EFC 即是哪一隻呢 就是這一隻 DFA就是這一隻 就等於這一隻角 EFC 所以為何會是一樣呢 原因 先寫英文 就是Vertical Opposite Angles 中文就叫做對頂角 是吧 至於我見到第二批角 就是寫了再說 A.F 就會等於 角 C.E.F 即是哪一隻呢 你有沒有發現 A.F 即是 或者這麼說 這裡有一個 EZ字形 AD 和EC 是平衡的 所以其實 換言之 就是EZ打對面 這兩隻角 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們用到什麼原因呢 就是英文 叫做 Alternate Angles A.F 就會是 A.D 就會 配合 這個 EZ 可以嗎 好 原因中文就叫做錯角 就是 AD 平衡於 EZ 之後我們繼續去 還有第三批角 我們也會見到 就是 D.A.F 就會等於 角 E.C.F 即是 這個 調轉頭的 EZ 看見到嗎 打對面的 角 就是這一隻 跟這一隻一樣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就是 英文叫做 Alternate Angles 就 A.D 就會 配合 EZ 中文 就叫做錯角 就 AD 平衡於 EZ 所以換言之 今次我們就有足夠的證據 告訴大家 根本上 三角形 F.D.A. 就會 蛇仔 即是相似於 Similar to 這個三角形 F.E.C. 當然 原因 就是 三對角都一樣 A.A.A. 給一個Color 讓你舒辱一點 這個就是 在形容橙色的三角形 至於 前面這個 在形容黃色的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OK 行不行 由於 因為它們是相似的關係 所以 發生什麼事 就是 換言之 如果 這條題目有講過 就是說 如果 這個area 對 就會是 裏面 都不要寫在裏面 免得這麼誇張 這個area 條題目說的 就是 三十六個Cm Square 是嗎 如果這個是 三十六個Cm Square的話 即是 換言之 我自己會在這裏想 就是說 究竟現在 即是 黃色的面積 究竟是多少呢 不如我叫黃色的面積 做 area 對 我叫這個area 我叫它做 p 好嗎 所以 換句話來講 我會發現 p 就 over 紅色的area 就是 36 是嗎 即是 橙色的area 是我紅色不寫的 是嗎 他們兩個相似三個型 黃色和橙色 他們的面積的比例 這個就是 面積的比例 其實是有條公式的 就會等於 什麼呢 就會等於 他們相對應的 邊長比例 的二次方 其實你會看到 AD這條邊 即是DA 23這兩個位 相對應就是EC 是不是23這兩個位 就是EC 即是這條 即是這條 對應於這條 你會發現他們的 邊長比例 就是 4x 3x over 3x 當然 這條公式是 重複 就是面積的比例 相似三個型 他們的面積比例 就會等於他們的 變長比例 相對應的變長比例 就是4x和3x 比例 就是什麼 剛才都講過 就是二次方 所以在這裏 換言之 即是 p over 36 我用回 color給你 讓它舒服一點 就會等於什麼 x和x 可以約了 這裏約了 即是沒有了 剩下4x3的二次 即是 換言之 這裏就是16 就over 四四是16 就是33 9 好噁心 寫回6 16 就over 9 所以即是 換言之 整理好 p 是多少 其實p 就會等於 交叉相成 整理好 就等於64 所以換句話來講 這個 就等於64 cm2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就繼續 好噁心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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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除此之外 also 齒外 英文also 即中文界 齒外 我也看到一些東西 其實 我會看到 不如寫了再說 就是 af over fc 其實會等於什麼呢 其實這兩條邊 af 即是 1 3 看到嗎 1 1和3 對應於這邊 當然是1 和3 是吧 那就會等於什麼呢 我就會覺得 它是ad 是 即是 23 和 對應就是 ec ad就是4x ec就是3x 所以其實就等於 4x over 3x 它們的邊場比例應該是一樣的 是吧 有個reason 英文就是叫做 corresponding size 就 similar triangles 是吧 好了 所以換句話來說 在這裏 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 中文 忘記說過reason 就是 相似三個型的對應B 可以嗎 所以換言之 我退高一點點 就是 我們會知道 af over fc 就等於 4x 3 即是 換言之 我們會知道 就是af 比起 fc 就會等於 4x 3 如果你知道af 比fc是4x 3的話 即是我們大條道理 現在可以在這裏 af比fc 是4比3 即是我們大條道理 現在可以在這裏 就是af比fc 我們可以叫它做 這個叫做 4y的時候 方便自己計算 是吧 這個 就會叫做 3y 可以嗎 fc就是3y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做下去 不是很夠位 所以我不如 就 在旁邊寫 如果不夠 就開多一張新紙 不要介意 所以在這裏 我們就 先割開它 因為真的都幾不夠位 好 繼續來這裏 好了 我們繼續做的情況下 我們繼續去 首先我想說 在三角形 FDA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FDA 即是黃色的部分 是吧 我開啟了黃色的部分 給大家看 好了 其實我會看到 如果 方便大家做數 那我叫這個高度 做H 好嗎 這個高度 做H 那它那個面積 會怎樣計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 底乘高除2 就是如果 AE是底 就是4y 乘高就是H 這個就是高 再除2 所以其實就是 4y 再乘粉紅色的H 再除2 好了 就會是 等於 綠色的64 Area是64 看不見到 剛才我們錄下的 這個位置就是64 對吧 所以 換句話來說 就是 Y 再乘H 對了 就會等於多少呢 如無意外 我們計一計 應該就會是 32 12 來的 那我先保持這個資料 都應該相當有用 等下 好嗎 行不行 我估計都不夠位 所以 我都偷多少少位 可能側邊都要用 等下 好了 先省點 對了 這樣 好了 接著我繼續去 那我就會說 在這個三角形的 DF DF C 那又發生什麼事呢 DF C 即是藍色的 那不如我拿一支 藍色的highlight 好嗎 就highlight給你看 藍色的三角形 發生什麼事呢 我不知道 你看不看到 我就看到一些東西 那不如我拿一支 綠色筆 好嗎 我就叫藍色這個三角形 它的面積 我叫它做 剛才用了P 這次我用Q 好嗎 好嗎 我會看到面積 其實怎樣計 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的高 你看不看到 和黃色的三角形 就是如果這個3Y是底的時候 高就是H 是吧 所以其實 在這裡 我們會知道面積就是 3Y 再乘一個粉紅色的小H 好了 再除二 那理論上就等於綠色的Q 因為這個面積我叫它做Q 是吧 所以換言之 今次我們看到了 即是 現在我會看到 就是三成什麼 不要忘記這個Y成H 是不是很熟面後 就是這部分 是不是就是個星星來的 就這裡代回32下去 就是 over2 就會是等於個 什麼 Q 是吧 用卡納給你讓你舒服一點 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可以告訴別人 就是 由於 但我不是太夠位了 我寫在下面 由於 就by 這個星星 是吧 好了 換言之 這個Q是什麼 寫好一點 等好左右兩邊 調轉寫 即是說 Q 當然就會是 等於 48 我們成功又搞定一件 即是說 這個是等於 藍色的面積 就等於 48個Cm² 你不要忘記 今次題目的要求 找你什麼 就是ABCD的面積 即是粉紅色 整個角角的部分 我們已經解決了 三解 就是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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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 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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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綠色 還有這個空白部分 我們取而朵之 轉到綠色部分 好嗎 不過還未搞綠色部分 之前先看看 這個橙色部分 好了 我們看看 我現在就說 在三角形 橙色部分 叫什麼 叫做 E sorry 就是 FEC 這個就是橙色部分 給它一支 讓你方便 讓你方便運輸 好 你會發現 現在 在橙色部分 如果這個 三Y 是底 這個就是高 所以 其實不如 我叫高 大H 我叫這個 大H 方便大家計算 所以 換言之 三Y 再乘個大H 畫好一點 畫好一點 對了 再over2 再除2 好了 就等於 紅色的36 面積 是吧 如無意外 你會發現 即是 即是 Y 成 粉紅色的大H 就 會是 等於 嗯 24 來的 那 不如 我叫它做 兩顆星 用起來就可以 用 所以 最後 我寫了 這個位 我偷盡這個位 好嗎 嗯 夠不夠位呢 算了 不要偷那麼盡 應該都夠的 好 我切開它 不夠位 好 那我切開它 好 嗯 要偷得好盡 好 可以偷 好 好 完成 好 好 好 然後我想說的 就是 那個 綠色的三角形 不如在這裏寫 就是 In 這個三角形 叫做 AFE 好 寫好一點 是吧 好 這個就是綠色部分 是吧 是吧 那我給你一個 highlight 讓你二斤 好了 那綠色部分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如果這個是底 綠色三模型 如果這個底 4Y是底 那它的高 是不是就是這個大H OK 所以其實 我會發現 如果計算面積 這個就是 4Y 再乘個大H 好了 再除二 方便我們自己 待會做事 那其實 我不如叫這個面積做 甚麼名號呢 隨便指它出來 好嗎 那 那我指它出來 對了 這個area 不是就是 我叫這個area 做 p用了 q用了 還未用 那我用個r 好嗎 當然就會是等於 r 是不是寫好些 好了 換言之 整理好它 就是 y乘大街H 就會是 等於甚麼呢 y乘大街H 就會是等於r 不要忘記 這個y乘大街H 好熟面口 就是在這裏見過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r 呢 即是綠色的r 等好在裏面 調轉寫 是不是 就會是等於 當然就是 24 是不是 用綠色筆 沒有反 原因就是 由於拜星星 不太夠位 寫下 下面 由於 拜兩顆星 因為在這裏見到的 記不記得 OK 就是這塊 所以 即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更新的資料 即是這塊東西 就是 24個cm square 好了 最後 究竟白色的area 究竟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我已經看到 我會看到 其實 很明顯地 這個藍色和 橙色的三角形 三角形 2dc 還有 還有就是這個白色的 30abe 其實它們的面積是一樣的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它們大家的底一樣 都是3y 3x 和3x 是不是 而高呢 這兩個高 是紅色這兩個 虛線來的 就是一樣的 所以底成高隨意的情況下 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是一樣 是不是 很明顯 那我們就clearly 好嗎 明顯地 我們就這樣寫 clearly 明顯地 是不是 那個三角形 X A boy f A boy A boy A boy E 嚇死人 A boy E 就是白色的 所以我不油鹰色 N,那個三角形,這個叫藍色加橙色,不如叫DEC,三角形 DEC,由於有兩個顏色,所以我也沒有,DEC 他們就有什麼?have the same base 有窮等的底和高,height 所以,我會知道,那個area 或者我叫這個area,這個白色的area,我叫做pq,r都用完了 叫做s,那個area,我叫它等於s,所以換句話來說 如果這個area叫做s,寫好一點 如果這個area叫做s,所以其實s會是等於什麼呢? 當然就是等於,和這個area一樣 就是等於把這個藍色的area,就是48,再加一個紅色的area,就是36 就會是綠色的area,就是48 再加紅色的area,就是36 所以換言之,在這裏,終極答案的s是多少呢? 就會是48加36,那就是84 所以都很明顯的,這次要你計什麼呢?整條題目 就是要你計粉紅色這個整大的面積 換言之,換言之,我們要計算面積 the required area 不是很夠位,不如我寫在這裏 好,就會是等於84,再加48,再加64,再加36,再加48 即是換言之,把這五個面積加起來 五種不同顏色,白色,綠色,橙色,藍色,和黃色 加起來,就是分紅色的面積 所以換句話來說,最後答案就會出280個cm² 我先做好一個圖示 好噁心 好了,我先戒好它 分開它,可以嗎? 所以真正答案都呼之欲出 正確答案就是280個cm² 看看有沒有這個 280個cm²,有 當然正確答案就會是C OK,行不行 好了,這條講明是深的 亦都很煩的,如果是long quack 我寫完整本紙,都不夠位 好了,讓你看回答案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試圖不如一張紙過 看看能不能凹出來 希望可以 好,剛剛好縮到 OK,比較小隻 因為這條實在太過牙位了 OK,如果真的說真的 我怕它會出long quack 就好像我這樣要長寫 但如果是MC,當然要快靚正 譬如這些證明相似三角形 你MC的時候 當然可以不寫 看到就可以了 之後就用結果去做這裏 當然,你知道結果結果這兩個30是相似的話 黃色和橙色 你也可以知道這兩個比例就是4比3 很快就知道 你很快根據底成高隨意的情況下 你會分辨到 就是q是48 是吧 而事實上 這個橙色30裏面 你會利用到這個y乘H等於24 那個關係 你找到R是24 之後很多東西這些都不用寫 最後就把五個不同的顏色部分加起來 這次真的到這裏 如果明白的話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